日前台東縣受了天兔颱風影響 造成了不少的災害 而中華大橋底下的北南溪 更是淤積了大量的泥沙 而近日台東市也刮起了強大的東北季風 因而導致風飛沙 也是兩年內最大的沙塵暴 那你這樣經過你覺得有沒有很嚴重的沙塵暴 有啊 都會影響到失線 而且眼睛都會刺痛 環保局的同仁從上個禮拜二 也就是天兔颱風走了之後 立刻就投入在重新建置這個新的土堤 那可是大家看得到這個200公頃 200多公頃的面積 這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目前的這個水量還非常大 那所以看得出來這一次天兔 一方面衝走我們的土堤 一方面又帶來更多的泥沙 再加上東北季風又正好起來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這兩天的沙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想我們都已經全力在趕 那也當然一方面要等這些水比較稍微退去以後 這個中間摟露的這個沙原 我們就可以持續來進行 我想這恐怕還要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而縣府單位也加派了灑水車 前往台東市區進行灑水動作 降低風沙量 感覺是有效果的 比較沒有讓到封沙 大致上是不錯啦 近日沙塵暴影響 請民眾做好防護 避免影響呼吸道感染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